韩庚携手卢靖山参加公司年会,众人齐呼更扫好,卢靖山反应亮了。 韩庚和卢靖山这俩人自从去年12月份公布恋情至今,每天都狂撒狗粮,公布恋情第二天俩人就去潜水了,春节期间韩庚还带卢靖山回相见家长,春节过后俩人每每被偶遇,都旁若无人深情对视。 但是,网友们也都能看出来韩庚卢靖山对这份感情的认真,都说他俩是奔着结婚去的。 近日,韩庚和卢靖山参加粤华娱乐公司年会活动,在活动上俩人再次狂撒狗粮。 3月10号,粤卢娱乐公司举办年会活动,韩庚携手卢靖山出席,当天的俩人穿休闲便装出席,在台下与众人有说有笑,特别随和大访,俩人一同欣赏节目,时而窃窃私语,时而贴身同玩手机,研盘举止超甜蜜。 韩庚此番带卢靖山回公司参加联会,也算是带女友介绍给大家认识,而主持人则起哄台下众人叫一声更扫好,卢靖山听到后的反应太甜了。 可能是因为害羞的缘故,被众人起哄后的卢靖山靖娇羞地躲在了韩庚身后,而韩庚也是把起护女友,急忙笑着打岔算了算了还是算了。